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与这里认为防守经济有需要的朋友 也要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叫这个福教来说都会开示 那你不是开示 因为你是做朋友的方式 做这个心理的福祷 因为你是也是一个心理理智商师 一开始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刚才你就说到 教育和宗教和林修 其实也可以关联到关系 我最近看到 就整个新闻看到真的会怕 也真的感觉怎么会这样 就是说这几年来 尤其是这几年来 我看到很多这个学生 尤其是大学生 尤其是大学生 他们都有一些 最害怕的这个行为 自残 对 自残 比如说有的人 可能有客业压力 甚至说有人 因为这个林修修行的问题来阻散 很不可思议 我画得很害怕 我画得很害怕 很害怕 以前我看到你在最近的作品 我在人间的林修迷藏当中 世子文化说出版的这个历子 你也提供一个例 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生 林修后 做林修 要来抓阻散 阻散 先如何才会这样 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故事 这是我 我亲的听到的 这个大学生 听说他在一个设计中 会要通灵 他通灵的时候 都有一些十个小孩来说话 他说 你出事就带天明 就是说来维持人这个阴间 和阳间的这个和平 这个磨 要为人间 为人间 要来扭乱这个人间 让台湾有些天灾 还是说什么人祸 还是说什么政体的问题 都是由那些磨 都是磨来扭乱 你就是要来维持正义 你知道吗 国中生 国中生而已 说真的 他有这种讯息 一直都说我自己很厉害 那加上我们台湾很多的那种 电影 受到西方的影响 比如说什么钢铁人 那种超人的那些影片 会让人家感觉到说很膨胀 就是说我们就是 要与众不同 这小孩呢 他就说自己很厉害 他也不跟他老婆来谈告 他到底他听这些声音是什么 他不再谈告 他就跟这个女孩说 不行 我人家就聚会 我心情 等到我台海的时候 我再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女孩就说 好 等你台海的时候 你就随我和这个人家 来做这些事情 来维持正义 那要做呢 就是祖三 你就是祖三 他在国中开始 就是很拉扯 他在台海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他的故事 跟自己的比较神秘的经验 跟他的学弟、学妹说 你知道大学生 他不是有联网 不是有联网 不是有联网 常常上那种PPT 可以说这些事情 现在 他说一说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信徒 他的学弟、学妹 都跟他联网说 他自己很厉害 都说拜他为师 什么的 这些女孩在台海 他住了一个性感的玩具 我一听朋友说 他买一个性感的 类似情趣用品 买一尊 那些女孩都带着这个类似 他就每天都说话 放一个房间 结果有一天 他就在祖三 祖三时 他就是王先生 自己的房间 他就寫遗书 他寫遗书 他寫遗书说 我这个 我祖三里 这个玩具 要传给谁 哇 结果 他跟他店名 做技会的学弟妹 怕到五名去 他祖三 人说这个玩具 有这个 母的人 对 走到这样 我很怕 他故事到百分之后 学校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女孩 在读高中 读大学时 很着迷这方面的东西 嗯嗯嗯 他就做三 他玩具 他说要团到百人 他学生不敢收 就跟老师说 老师说 不然就叫出家人 出家人 来收 听说 这个玩具 被送到庙里面去的 嗯 啊 那是我们朋友 告诉我这个故事 啊我想要 这个节目 想要来跟 听众朋友来分享 就是说 现在的大学生 跟家人的关系 是疏离的 嗯 他网路上在看什么 你是不知道的 嗯 而且呢 网路上的东西呢 都是真的假的 都染作灰 对 你没有办法分辨 真的没有办法分辨 我就记住一个故事 以前我实在 一个女的网友 我刚才没实在 是看到的 她说 她有10条 跟什么生命 来讲话 她每天 跟她讲话 都不一样 啊 一小就讲 一小是什么公主 是什么公主 都一直看一看 嗯 你知道她看人很多哦 看她的文章人 很多很多 她的文章人 她的文章人 来看这种事情 这些女生一定有问题 有时候说 不是说 我早晨晨就好 你都有问题 不是这样说 是说 你每天都跟 換生命你讲话 但是你都没说到 你怎么处理 你家的事情 就有问题了 因为修行不脱离生活 他都说 他怎么就怎么 有一次 讲厨面 他们对面 一个邻居 就去看他们家的问题 他们对面 他也对台南 就跟他们的大家说 他跟他们说 我告诉你 你跟你的媳妇说 你如果要一个房间 躺躺躺躺 不要紧 但是你把窗帘 拖起来 他们的大家知道 原来我们媳妇 常常把房间躺躺躺 有思绪的行为 对 对 他生一个小孩很可愛 他都跟他们小孩 跟女孩 跟女孩拍照片 好生了 好生 像女孩子那样子 这个行为上 生活上 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的脱离了 那 不管她的灵修感到怎么样 不管她通什么 通外观 对外观 不要去理会她 我们先看看她的生活 有没有 我们常理可以判断是 有没有脱轨 我觉得这个是 判断的基本 所以 而且她的文章 网路上真的很泛滥 大家都说她很厉害 结果有一次她就来上外口 她本人来上外口 结果我说 这女孩 她看得很漂亮 不然她的眼睛没神 没神 没神 看一个人受伤 好不然 就看她的眼睛就知道了 有神跟没神 其实看得出 结果我就出一个口袋 结果一口就倒闭 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是有什么 跟你说话 你怎么会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他就点点了 我跟她说 因为 所有的通灵 比不过真理 就是说 我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问题 你回答不出来 她就开始是假的 结果她都减肥了 她就开始反省她自己 因为她刚开始 那些事都没来 她戳破她的那个幻想 戳破她了 可是以下的故事 确实迷倒很多人 这种人多吗 真的多 我每个星期都 收到这些读者 寫信给我的 说一朝两三 他去做一间公司 看我什么 你怎么办 我也看过有的 说什么 他通外心灵 火星 什么什么星 怎么办 这么多 只有每一个月 都看到这种故事 这么多 而且他们都在写在网路上 所以我想要跟 就是节目前 这些听众朋友分享 说 网路不怕真真假假 假假成真 千万不要说 把小孩子丢给网路 就安全 我想更大的分享 我看很多老婆老婆 小孩子一会 两会而已 推婴儿车 边推 边滑手机 家长在滑手机 对吧 但是小朋友 两三会 升滑板 跨平板电脑 现在两三会 有 你去餐厅看 很多老婆老婆和朋友 开到很高兴 就把小孩子放在旁边 在滑手机 不就是 我看了一个 很厉害 一阶段 五个人 老婆老婆和小孩子 应该是爸爸 应该是妈妈 五个人 五个人都在滑手机 都不在说话 就是变化 变吃饭 去餐厅 我跟她说 真正想 甚至说 我每天坐公车 坐协运 坐巴士 台北北对南部 吃那些人 我看这厂厅 如果没睡的人 都在滑手机 我真的有当时 看了 就觉得这样对 真的在餐厅 很多人也是 吃饭 尤其是吃主走餐 如果半场休息时间 想要休息 很多人都在滑手机 大家都在手机 一直摑 一直滑 真的这么不容易 让台湾都不容易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变态的社会 总控你能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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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个故事 我看一位朋友说 他跟他孩子没话说 他孩子住三楼 他住一楼 还是用话手 是用賴的 用賴的 用賴的 我也说这种行程很多 不是 我说你跟孩子是怎么 是并度说话 还是并度走路 都有 这些都有 我想要分享 是说 因为网路不怕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也不怕 你让孩子 你从小 你就在滑手机 你孩子的世界 他就是 网路不定 他心情都找网路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尤其这种 中高的问题 他不说去找一些 正性的人去问 他都是找网路 网路的害死人 他说这些很多 我记得一个例 我记得一个个案 我记得一个个案 四十九月十五年 他说他自己也是民间体制 但是他说他这几年 都没有你拜拜 都没有你拜拜 我说 我们台湾人不是都要拜拜 你也没有你拜拜 他说 还信这个 对啊 我说你是怎么 他说 因为他叫网路 叫一些通灵的车 下到他不敢去拜拜 我说是怎么 因为网路都会说 这间廟的神是真实 一切就说这间廟的神 比如说 人家拜什么 梁山寺 网路上就一堆人说了 梁山寺里面的菩萨是魔虎心 就是这样乱说 我没说 然后你害到很多人 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更害怕 有宗教信仰的人 从此都不去拜拜 所以我一天 我就跟出版社在开港 我说 如果有这种现象 你这些出版社的人 要负一半这人 他说有什么地方 我说 你出版社的人 出租都没有再过滤 就说你要说怎么算 可是 吓到连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 那是我们台湾的文化喔 吓到大家都不敢去民间信仰 没有拜拜 我们台湾的文化还在哪里 拜拜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啊 别再说什么 别再说什么 别再说那些 拜拜本身就是我们一个 一种民秀 一种文化嘛 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嘛 对 我看见有个阿婆 他去拜班 提香起来 他一直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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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你把他听了 他就是你抱怨他的媳妇啊 女儿儿子 或许 我们不要说 这样拜灵验不灵验 我们从个角度来看 最起碼 他提香起来 他把他的旺盖 带给什么 他不去救赞别人 那就好了嘛 他有一个出发口 文件信仰 就让我们人有一个出发口 你网路上 我看很多赛 有说 什么龙三思 然后什么共 什么共的事 都是鬼 母 父 姓 等等 然后他去拜拜的时候 那个龙跳 不能欲白膜 然后就这样 我觉得这种东西 老实讲 他除了恐吓你之外 他没有让你快乐 这种字眼 这种书 我们少看 可是很多大学生 老实讲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 所以因此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从网路上找 越走 越看 他人生越狭窄 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真的只能选择自殺 OK 以前你说这些 我就有附和队设备 跟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 我会觉得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因为有机会 接受到各行各业的人 对 虽然我自己没有孩子 但是因为我们的董事 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或年轻的孩子 我特别就明显感受到 现在孩子真的 仰赖 依赖网路 网站 真的很严重 你知道吗 而且 现在一些年轻的孩子 没有判断能力 有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 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 甚至在学校教育 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 台湾来说 大家当时生学 就要讨好学 要讨历 但是 其实有时候 讨历的人 不代表 他一定是最大的能力 就是讨历 因为这部份 他肯定比较高 他比较高 他比较高 欢迎更快 但是 我们常常说 把一个人的 扣业 或是他的事业 的好拜 来判断一个人 成功不成功 成功到不成功 所以有时候 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 三四回的孩子 我看到他在讨历 我其实 他觉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样的好 对啊 我们从几个角度分享 第一 你如果三四回 他的手 正需要掌握东西 去练他的能力 你如果滑手机 最大的 他手一定没落 第二 他一直从小孩 看网路 他的手一定不好 第三 因为他失去了沟通能力 我不知道 明华一周 我看过很多的小孩子 我的个案当中 很多的小孩子 整个国家开始 他下口了 就是他的房间下公口 然后滑手机上网路 跟老婆婆 都把老婆婆拿饭给他吃 帮他帮他吃 帮他帮他吃 他跟大学后 要比较 他孩子不可以外出 都不能做人家 比较不可以外出 所有的房间内都不能出 很多 我遇到很多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孩子就是 模糊心 卡住他 他这一回都没有好 你快来问母女 看怎么 我说这要问母女 问你自己就好了 你花多少时间 有时候你花多少时间 你花多少时间 在跟他沟通 你现在不跟他沟通 他长大就没有沟通能力 没问题 网路的世界 比真实世界更好玩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实世界 人家说要负责 我给你找 我要负责任 我对你好不好 我要感受到你的反应 网路不必 你在虚拟世界 你网路游戏 还是什么留言板 你把妈跟人家传 你不用负责任 那是真实的你 所以小孩子为什么喜欢网路 因为那都是假 他不用负责任 讲过来宗教的东西也是 我遇过也很多的个案 打合意也有 博士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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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他们比较不会被宗教欺骗吗 不一定 他们就有 比较容易去相信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也知道 我感觉 因为在他们很小 他们的生活很单纯 可能就是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学术的研究 对 变成说 他们的社会没那么复杂 你也不知道 也没有一些社会经验 对 所以相对之下 他们就很容易去洗脑 还是受到别人的影响 对 对 我一直说对 因为小孩子越高的人 他们越自视甚高 当他相信 他相信 母亲的事情是对的时候 他就一直沾滅下去了 所以有人说 你看母亲人 他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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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信母亲的老师 他一定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就相信他是对的 其实不要 不要忘了 小孩子越高的人 他们的问题越多 因为本身来讲 判断能力不一定比较强 因为 宗教宣学 但是你不是用经验 可以去判断 没错 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台读 就是 我最近听到一个亲家 跟老小朋友在说 他说 他就不爱做工作 他也不理解 不然他就比以前 如果阿伯在床上開了大學,看想要做什麼才去做 幾歲了,今天幾歲 要20歲了 是小孩子 是小孩子,但是我要說的是 你若對小孩跟他灌輸這種關聯 我覺得這樣是病不好的 我就跟小朋友說 你的爸爸雖然這樣說,但是阿姨要跟你講 你應該想看看自己對什麼有興趣 阿伯就要獨立自主 就要養活自己 不然你的爸爸媽媽不用你負擔 但是你也想說 你是否有靈力為這個社會做一些貢獻 對你有興趣的事情去做研究 其實你雖然擦檔料不好 但是你一定有你的長處在 一至少一點多 我就這樣跟小孩子說,你自己想看看 你畢業之後有想要獨立嗎 或是想要找什麼工作 不要真的像爸爸說 你畢業之後找人家家的阿姜先生 這樣就好了 後來要怎樣再打算 我是覺得有時候 可能是大人的態度也很重要 這就是家庭的教育部分 真的 我看了很多的例子 什麼樣的家庭出什麼樣的人 真的 有一次我剛才有一個個案 他腳上來 你說他要預約問世 我的助理就問有什麼事情 他有說 我家裡都有一些貴 都有一些貌 很多很多 卡我卡了十幾年 有台南 有日本到台北去 他跟我對 我找很多人都不好了 我看余思義的車 他們很厲害 我可以來預約一下嗎 我們助理這幾年也變聰明 問他 有聽他的聲音就問他 你現在有去看醫生 他說有啊 我現在看醫生 我吃十幾年安眠藥 睡不著 所以要吃安眠藥 我們助理說 你結婚了嗎 他說我結婚了 他說你有生的兒子嗎 我生的兒子 他也是一樣 我都看到沒有 我們女兒子也看到沒有 看到鬼 他也是有些問題 他也是很嚴重 我們助理就跟我說 我說 這個一切都是家庭出了問題 嗯 有什麼老母 有什麼兒子 我們再去探討 也許他的媽媽本身也是有問題 家庭的教育很重要 我也看很多人 他說 記得 有一個女朋友問 他說 我們兒子 讀高中 很叛逆 要怎麼改冠 我說叛逆很簡單 就是過得好 高中生叛逆期很正常的 他說 他有一次 剛才去新天公 會有很多聖名 新天公 他經過一個出家人 在聖名的地方 他就去找出家人 說我們兒子很叛逆 要怎麼 出家人說 這是入獎 這是萬親賊助 來找你兒子 他說要怎麼 他說 剛好我們的廟 欠金費 就是聖名工 欠幾個地 不然你來關 來關是有公賊 有公賊 就要導發 你兒子的心想 會完成這組 他說要關多少 他說要多少 30萬就好 30萬就是關給他 要買一些金座 他說金座多少呢 金座要把一道槍 把它鋪得滿滿的 他說全部都燒光光 我說 你開心嗎 我說 真的不好 我說是怎樣 他說收到一點歡迎 就沒有 我們兒子也是叛逆 我說 教育問題 最近很好 台灣的 諾貝爾教育獎 就是台灣的 我們也沒有拿到 諾貝爾教育獎 我說台灣很多的父母親 會把孩子的問題 教育問題 無問題時 通通調給神明來處理 自己都沒有信用 自己要反省 我剛才有個個案 16歲 17歲的時候 就不要回家 就跟網友 跟男朋友這樣懲罰 都沒有回家 回家 回家的事情就是一項 或是要偷錢 不愛錢 你知道嗎 一般都是這樣 都要偷錢而已 他們老母就說 你回來 你不要去趴趴走 人家裡開那個冰冷桌 你到我來 你不去打掃 我們就來買冰冷 就買兩位三位 就趴趴走 有一次 他就來找我 他說我女兒都沒有回家 我女兒有去摩扶心嗎 我說這樣問 他說 因為我去遭宮 遭宮都說 我們遭宮 都去摩扶心 戴著拍咪咪咪 對啦 戴著拍咪咪 腳很重 所以他都沒有回家 我說 請問一下 你怎麼樣跟你女兒 來做教育 他說我女兒 女兒就是沒有要打掃 所以我就是 我生日的時候 就顧在旁邊 就說 你做好工作 做到你一樣 你買冰冷就好 也沒有時間 跟他好好的溝通 我跟他說 真正 我看你女兒沒有問題 他說 真的有好 我說為什麼有好 他表示我以前 花了十幾萬 表示有好 他說他的母 爆發掉 所以你沒看到那母 結果買走的時候 他婆婆 就是這女兒的阿嬤 就跟我說 他說 他要付錢 他阿嬤就付錢 我說 阿嬤阿嬤 你這麼老 錢都在外出 他說 我從年輕階 我深入 我女兒覺得 親家女兒都買 absolutamente在外出 一公子 我女兒那個女兒 所生的那些小孩 都ヒ virtue 有一扣她 她的婦流 父親人喔 當爸爸媽媽了 她說 媽媽我一粒 你看這個就是家庭觀念 阿嬤就是一粒粒粒 就是生她自己的兒子 生她的媳婦 當她很生的下一代的時候 也是這樣生 所以孩子一定出的問題就是 每個孩子沒有辦法獨立 然後所有問題都是共謀所附生的 結果台灣民間性也好像除了這個之外 都沒辦法好說耶 說真的就變成說 就有油看油對不對 變成說 人家真的有一個惰性 人家有這個劣根性 變成說 如果可以輕巧或輕鬆 當然也是做一種選定 再來就是說 我們常常把這種 可以堅持信用修行的東西 當作是一種 要怎麼說 好像求來速很快 變成說 我剛才看過這個方式 這個議事跟市民說而已 我當作就保備了 我要跟大家說 當作這部當中跟大家探討 就是說 有時候有一些社會問題 還是說你剛才記得這個禮 很多就是說 這個社會教育 家庭教育 其實沒有環境 要在這裡造成 他們跟你的觀念 擔任偏差 對 憑著說 你沒有對這個來做檢討 你跟他說 卡到什麼拍片 其實這真正是不讚 要慢慢這種 道天圖說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就影響到 我們對一些修行的人 是很錯誤的 這個判斷 對 這個判斷其實就不正確 無可憐 我不知道 唐舟朋友記得嗎 以前有一間好好的大學生 他比起來了 他才有名 結果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他當街砍殺他女朋友四十七刀 有印象 有印象 對對對 有印象 也有印象 而且以前是學校 算是高材生 高材生 有一次我一個忙碌 都亂來看 看了一個人 他小孩的部落格 他說 一關 一關什麼 一關這個孩子 頭上全磨亂爐 他頭上都是磨來負心 他為什麼會去台銀 這個女孩子 就是因為磨來指使他 叫他要台銀 你看這個文章說 真正你如果沒有一定的證件 跟信用 你一定會說 他說是真的 他實在這樣 活靈活現 這個文章 知道嗎 說真正的 太多 你如果忙碌 你先幫他打 什麼都可以看到 什麼恩情責助 沒有 包括大學生 畢業的高材生 也是一樣 他砍殺他的女朋友 這一點是感情 關鍵偏差 對 我剛讀到 我去一個國小演講 我常常去學校演講 學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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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要講 親子教育問題 他說 你早年生 親子教育 我說早年生 更需要講親子教育 我說 我要教育的不是孩子 是爸爸媽媽的觀念 需要教育一下 因為我看到很多個案 爸爸媽媽 他的觀念有問題 一樣的會把孩子 比如說 我找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個案 他說 我兒子很貴 我說 我怎麼貴 他說 我去算名 他說 我兒子很貴 不可以 去試圖的時候 不可以一個手的腳 算 我說為什麼 人家說手的腳 有拍名 我兒子太貴 或是一個樹底下 他去拍名 拆開 運動的不好 我說 你兒子 四人都不用去手 都走路 都走路 你兒子都走路 都走路 他說 我們兒子很貴 所以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說 不要把他搞得 台灣真的像是一個鬼島 我們台灣已經是個鬼島 不要真的說它是鬼島 我說你這樣教育小孩子 說真的 他會比較快樂嗎 因為小時候 就跟兒子說 你不可以怎樣怎樣 你會比較快樂嗎 人家跟我說 於是 你怕人手 你怕這麼多年 你不會覺得 這個 就是鬼 你也信 你都不信 我說就是因為 我怕要去十年 因為看得多 聽得多 所以我才知道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就有人說 余瑟 想你照亮山 什麼叫虔誠心 你什麼虔誠心 我說 台灣 我騎梯要環島 台灣一年過 我騎梯 我騎梯 騎梯 我也騎梯 在零下十度 去登山過 我說 困難的時候 在困境當中 我的信仰沒有變 我希望母娘她給我力量 我沒有去寄託神 但我希望她給我力量 我說我用二十年去印證 她給我的力量 並不是她給我什麼 是以後的力量 所以一樣的 這些教育問題也是一樣 或是信仰東西一樣 就是 你到底從裡面得到什麼力量 還是你只是希望她把你當成這個保母 來解決你孩子或是你的問題 對 其實剛才有幾個觀念 我們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點就是 枉沾的資訊 其實影響我們的行為 真的太大 對嗎 我們是不是要改變這種行為的習慣 這真的要做討論 因為就像剛才 余瑟所說的 其實枉沾的一些資訊 不一定是健康的 對 每一個人發表的意見 有可能是她剩下的 沒有 這個經濟的威嚇 對嗎 第二就是 我們的高靈教育 我們的學校的教育 社會教育 什麼有落實 教到孩子 尤其是年輕人的 政家的觀念 這也是要探討 對 第三就是 有些有心知識 他們的一些行為表現 或是引導 並不是說 讓我們對中國 或是靈修修行 參選一些課會 這也是我們檢討的所在 所以你看 明華姐 讓台灣 是一個信用多神的國家 還是一個人自由的所在 對 真正你去比我看看 我剛才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讀者 他自己會靈動 也會說靈異 十幾年了 一個女子 十幾年了 他說他去馬來西亞 去問他們的心 每一個人的心 都說他是鬼父心 他是魔父心 他說 不過我看你們台灣人 下的文章 沒有只有魔到神 還有很多很多 可以去探討 更多就對了 他說你們的東西好豐富 不像他們那些 都是鬼娘到魔娘到其他的 對 所以我想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因為多元 所以你要更懂得慎選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讓台灣是一個 就是民間信仰 很豐盛的一個國家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如果去選擇一個正信 的一個信仰 非常的重要 嗯 好 再來我們就要探討 其實在你最新的作品當中 我在人間的靈修名場當中 你就特別討論一個問題 說 有很多人問你說靈修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有探討過期限制到未來 對嗎 就是說我們也要了解說 為什麼大家想要對這個有研究 或是要做有這種中國的信用 或是說有這種修行的行為 嗯 其實就是有辦法說 可能有些人 怕一些事情吧 有些事情 他覺得可能 頭過這個方式 遇到一些警察對不對 嗯 但是你剛才一直遇到說 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甚至說你如果要相信 或是要跟人去做一些討論 你可能要自己有一個中心思想 對嗎 你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說 讓台灣齁 靈修會這麼的泛濫的原因 或是這麼多 就說齁 因為靈修跟民間信用是相互相互 其實它是兩種不同的問題 OK 我村裡有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獨子的社會給我 他說他今年三十二歲 他一個大概二十五歲 二十六歲的時候 他住在高雄 他設在一個女兒 他就是跟他分手後 他腳很痛苦 他就是一個家裡的附近的宮殿 來問責公 責公 責公就說 你因緣無福 就是因為你不怕人收 所以他就給他祈禱 給他貫臨 他就說 他就讓我們這個女兒回家 我的辛苦兵 什麼錢 什麼事情我都開過了 就是說 這一次 完成這一次我都做過了 我們這個責公司叫我做 我都做得到 因為他就是愛情 結果做了 他那個女兒不回家 結果這個責公就說 他就說 你怎麼說到 你怎麼讓這個女兒沒有陰影 他就說 啊 這個玩樂就說 你手有三條陰影線 三陰影線 所以太多了 所以陰影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 一直錯過 結果他就說 這樣也沒關係 我就等這個女兒回來好了 他就開錢 再一次 結果過兩年之後 他女兒前男友結婚 結婚 他也沒死心 他也親愛回家 他的生活比喻 也是有期待 他就繼續做 做這個儀式 結果之後 有一次他就去對一個女兒 對他有一點點的意思 這句話就說 啊 你陰緬補 啊 趕快把這個機會 這個女兒 他說他可以回家 他會來跟你的生活比喻 你會結一個好姻緣 結果這個女孩子就滿心期待 就說 快點我來跟這個女兒連絡 結果連絡之後 這個女兒就沒去 就都沒有下文了 結果他就去問這個債公 債公說 啊 這個姻緣破了 都沒有姻緣了 結果這個女兒就說 都在說的 一時說我跟這個錢男友 他會回來 一時說這個女兒 他跟我到底 都沒有 結果他就來到台北回來 他就回來台北住了 他說他今年 他今年算是應該也是35歲 他說我變肚子 我變老 這樣 人羞 這樣 趕快七八年 一、六年後 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他就什麼配合我 他說 請問一下我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我想要跟聽眾朋友說的 就是 人羞 它沒問題 民間信仰 它也是沒問題 有問題就是 你自己怎麼去選擇 他說這女兒 你是為了感情 你就應該去做民間信仰 可是民間信仰裡面 沒有靈修 是兩種不同的議題 第二就是 我們都知道 玩弄是 從哪裡出來的 療災制裔 那是人下槌的故事 不是真的嗎 這說是真的 佛教裡面一個出家人 一個出家人 一個出家人 跟一個療災制裔的神 怎麼可能會對話 我一個網路上也沒看過 他說他通什麼 他通的祭公 他說 他說他有知道通關聖帝君 結果呢 關聖帝君呢 跟另外一個神明在對話 那神明是誰 那個神明就是阿拉 他說看到關聖帝君跟阿拉在對話 你開港 他說我也看一個網路 他說 他們的宮是拜關聖帝君 結果呢 他有說 他們的祭公 他們的關聖帝君 當下的神明是拜關聖帝君 來到外面前來參會 他說他怎麼做得不對 那我們的關聖帝君 就開始扮 你這個怎麼做 他說他們的宮 比神明更大 這種事情 網路上真的很多 大家說 傳奇故事很多 想一想 你真的在這邊 有得到寧靜跟快樂嗎 你真的怕你看就看 就像那個女孩子一樣 怕民間信仰 怕人收起 他說他每天晚上都 沒有面子在靠 每天在靠 他說我沒有怕無事 我越怕人生越走越狭隘 我以為他可以給我力量 等到我付了七八年的青春跟金錢下去了 我心裡都沒得到 所以我車裡就有寫 這個故事就是要跟我們一個聽眾朋友說 你分得清楚什麼叫休息嗎 你分得清楚什麼叫民間信仰嗎 你是不一樣的人家 一個笑容 剛才說關公跟阿拉在開港 我們的阿斯安那高歲 因為現在外籍勞工朋友 很多都是印尼的 所以我們派關公去對話 總是要讓人家可以跟他交通 我們一些外籍朋友如果需要 跟阿拉在禱告之後 禮拜完之後就來跟關公說 關公就跟他收拾 我幫你處理 這笑容 我覺得人家的事情 說真的你就處理不了了 你都拿時間跟人的問題 說真的來逗留人 你會比較快樂嗎 對 剛才你剛才記入神的朋友 問你這個問題 我覺得聽你這樣分享 我有一種感受就是 自己是不是有判斷能力 對 這個就是失辯 這翻譯說就是要有判斷能力 再來我要說的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中國信用 還是說我們要修行 各種的條件很重要 各式各樣很多 對 翻譯說大家有 還有現在網站 這麼多暢通 翻譯說大家收集資訊的機會很多 翻譯說你如果自己沒有判斷能力 你就會掉下去了 你知道嗎 你會掉下去了 你走不走 你像我們剛才說過 台灣的這個中國信用 其實 說有佛教、道教、一貫道 天主教、地道教 各種都有 也有這個 所謂的穆斯林 意思攔教 但是說今天因為台灣的這個中國主流 所以我們有一種說是民間的信用 對 很多的這個宮廟 你看 外面有財政的觀世恩菩薩 後天是財政的媽祖 還有到後面那裡有聖母瑪麗 對 農總來啊 對 這其實表現到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的族群的都圓 也代表我們的這個保養 包容性很大 真的 既然是在這個環境 我們覺得很慶幸 但是 是不是說我們自己要有這個 法斷的靈靈 要訓練 要學習 這就是我們要跟大家提醒的 其實我這部説裡面也有說一個觀念 就是說 神的世界到底是怎樣 有人問說 到底神的世界是怎樣 我説裡面其實也有說一個觀念 我說 神話故事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説神話故事的目的就是 你從這個故事當中 找到你的力量 比如說你拜觀世菩薩 你要學他的主比心 是 你拜三太祖 你要學會他的正義 你要學官聖帝君呢 是學他的那個忠義 你有悠義的觀念嗎 不過台灣不是 人來看這個神的問題 就是希望他自己帶你去的問題 這個失去了他的真正的修行的目的了 所以我現在這部説不是跟你說答案在這裡 我是跟你說 你有沒看到別人怎麼走修行嗎 你的世界如果越大 你的思辨力越強 你的世界如果一點點 你就很容易居下那個空間當中 我出這本書想要跟大家說的觀念就是這樣 好 我來做一個結尾 我的解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余瑟李正偉 特別說到 今天在台北的節目 都跟大家分享到這麼多這個故事 其實有一個觀念要跟我們聽眾朋友說 就像我們上面也說 就放生放世這個問題 我們要探討過對不對 到底是要放生放生或是放世 其實就是說 我們做每一項事情 包括我們在修行那個人做 或是說我們有這個宗教信用 我們就譬如說 是一種心靈的教徒 也就是我們的修行 就是要完滿我們的一生 你不要說做這個工作 都是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我的立志的目的 我要賺大錢 我要失明保備 我要做大官 對 還是說我要怎樣怎樣 我是有一個很世俗的目的 對 這樣可能你的方向 你的生活就會跑掉了 有變差了 對 所以譬如說 你修行是為了要圓滿自己的人生 當然他也會很好 是你一個人生的嫁頭 我是覺得說 如果補這個比較單純的觀念 會比較好 你會透過你的宗教信用 或是說你的修行 讓你繼續做我 好事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對啊 所以在節目當中 我想要跟田中斌說一個觀點 就是說 你信心 信什麼喪失 信什麼通靈人 那是你的自由 對 沒有 但是你千萬不能去干擾別人 而且就是 就是說像人以前 這部同學有說過 你有沒有更健康 你有沒有更快樂 你有沒有更自在 這是你自己可以去檢視你自己的 還是說你心想說 你什麼 人家說的 你說什麼錢都要拔出來 金主 美樂都拔出來 那個就不是修行的 你的心有沒有更輕盈更自在 這是修行真正的目的 OK 你覺得我願意你最後這個結尾 我非常感激 你修行 你有中國信用之後 你是不是有變得更快樂 對 還是你煩惱越多 對 聽說你這樣學生 腰不夠 對 要說付出更多 對 你每天都在煩惱這件事 對 事情沒有處理 這樣意義在哪裡 對 不就是說出門拜一拜就煩惱 他是鬼還是什麼魔 跟什麼人到底說 他是不是先萬親這一組 還是什麼前世的 什麼業種來做 對 那個都已經太過了 對 人就是要學會自由 你出門拜一拜都要走 走走什麼 不如都賣 你做一個平凡人就好 嗯 無關我們的餘生李正偉到現在單身 這樣比較自由 那個明娃姐 你是要跟我相親嗎 要聽好朋友 你也要女兒子 接受徵婚 要不嫁 歡迎直接打電話過來 有確定嗎 我們旁邊節目資訊 才提供給大家來參考 要有生 要有生 這是重點 沒有啦 我們說今天就是說 一個人自由自在 就是說 心無怪 對 我發現這是比較要件 對 我們就不用透過這部當中 記得一些 剛才有的一些新聞書 給大家大家來做一些探討 跟分享 那也是要帶真的 比較年輕的爸爸媽媽 對 擁有小孩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對 不要讓擁有一個 要靠到網站 靠到電腦 靠到三星產品來生活 小朋友 對 像我以前說 以前人家是外用在照顧 對 現在是網站電腦 對 三星產品在照顧 你如果有材料生 你就有材料保養 對 你如果沒有材料 不然怎麼賣生 真正我的觀念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就是 提供朋友的挑戰 你如果不一樣的意見 先過來 我們來論戰一下 對 余思維也 儘管你跟你交通 OK 好 你可以用E-mail 來跟我們聯絡 先有名牌 名牌E-mail是 wcy at rti.org.tw 這樣人家要想 直接跟這個語色來做聯絡 來跟他挑一位 你的聯絡方式 會比較好 你的手機 還是說你有這個部落格 部落格 對 打語色就可以了 對 語色 宇宙的語 顏色的色 歡迎你來挑一位 對 還是說我有跟朋友的問題 我們再回到節目中 來跟大家分享 OK 好 今天節目非常感謝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在節目中 跟大家來做一些開伴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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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的語色 我們後面再推唷 拜拜 再見